那这个结束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证券法 我们总结的第三个内容 就是长期债券有关发行条件的价格梳理 我前面提示过 这里边所讲的长期债券 包括两种类型 一个就是普通的公司债券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可转债 所以大家先把思路梳理清楚 那我们接下来 首先看第一种类型 那就是有关公司债券的相关内容 谈到公司债券的发行 大家注意 我们涉及两种发行方式 一种是公开发行 一种是非公开发行 所以这两种方式 它所涉及的条件 我们规定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下边先梳理第一种发行方式 就是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按照规定强调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委托 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 资讯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 这个先把它记住 也就是说公开发行 要求做信用评级 那接着还要求符合以下条件 那这个条件包括三条 但是从考试来讲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间这一条 所以我们注意的将这一条强调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 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那这里边要注意 如果从案例分析来讲 它有什么线索需要大家做分析呢 首先强调是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 那就意味着有可能给出 最近三年每一年的可分配利润 要求大家呢 先做一个简单的算数平均数 把这个呢先求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判断 这家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是多少 那这个一年的利息 在材料表现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形 第一种典型的情形 在案例材料告诉你 本次发行债券之前 这家公司每年向投资人支付的利息 也可能会告诉你 之前债券余额 它的票面利率 你简单的计算一下它的利息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再加上本次发行债券 我们根据所给的数据 它的发行总额 它的票面利率 我们算出它的利息 两个加总一起 这是代表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这是第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那么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 整个案例材料前面 没有任何这家公司 以前发行债券的相关资料 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它本次打算发行公司债券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对于这家公司而言 它的债券一年的利息 就按照本次发行的数据 我们计算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边就可能是一个不同的 线索的表现形式 那么大家要知道 根据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们怎么做相关线索的判断 我们就把公开发行债券 这些条件就把它处理完了 那处理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下边 还有一些细节规定 它将来说 公开发行债券募集的资金 必须按照公司债券 募集办法所制的资金用途来使用 如果改变资金用途了 看清楚 必须由债券持有人会议来做出决议 这是可能考到的关键点 另外一个就是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 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大家把这两个细节要把它关注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梳理的是 他将来说 除此之外 证监会还在相关办法中规定 资金状况符合以下标准的公司债券 可以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也可以自主选择紧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下边又给出若干的条件 那么大家要梳理清楚 我们前面刚刚梳理过公开发行债券的相关条件 在这又给出了相关条件 它们是什么逻辑关系 我们解释一下 按照前面这个文字的解释 意思就是说 这个发行人如果满足以下这些条件的 在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时候 既可以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也可以选择紧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那么如果发行人不满足这些条件 但是满足了前面的条件 记住了 这个发行人只能选择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而不能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大家就把前面两个内容的关系 又把它处理清楚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这么些具体的条件 那么这些条件可考性都非常强 所以要把细节的数理清楚 第一条 最近三年无债务违约或者是迟延支付本期的事实 第二 最近三个困境年度实现了年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那你看跟前面的条件思路是一样的 但是门槛提高了 要求达到1.5倍 注意到 然后接着第三条 债券的信用评级要达到3A级 你对比一下 前面的条件当中只是要求 应该进行信用评级 但是达到什么级别 没有给出明确的要求 但是呢 如果发行对象要想有更多的选择 就必须要达到3A级 这是第三条 然后第四条是一个泛泛的说法 我就不然多说了 所以大家就把这几条呢 要把它梳理清楚 那么这是呢 我们所讲的整个公开发行债券 它所涉及小件的线索 那这个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 公司债券的第二种发行方式 选择非公开发行 那我们这里边呢 主要涉及这么几个点 第一 首先对非公开发行 每次发行对象 给出了一个总数上的限制 要求呢 不得超过200人 大家把200这个数字呢 把它记清楚 然后接下来 在这200人的基础之上呢 看清楚了 非公开发行的对象 只能是合格投资者 那什么叫合格投资者 下面给出了明确的界定 分成若干种情形 那么这些情形 其中一些系列线索 我们是有可能考到的 所以大家呢 要把每一种情形 都把它输给清楚 那么第一种情形 这个很简单 主要涉及的就是金融机构 那具体一些 哪些金融机构 把它看清楚 然后第二是谁呢 强调 这些金融机构 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 这是第二类 合格投资者 那么第三类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像这种数字性的东西 它相关的指标 这就是我们设计的案例分析点 强调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一千万元的企事业单位 法人 合伙企业 大家把这个掌握到 然后接着 第四个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就不多说了 然后第五 社会保障基金 等等等等 然后第六 千万注意到了 指的是 名下金融资产 不低于人民币 三百万元的 个人投资者 那是不是 跟刚才的第四种情形 是一样的 线索第一 先记住基本的数量标准 强调是不低于人民币 三百万元 第二 与之相关的指标 到底是什么 看清楚了 是金融资产 不是总资产 这就是强调 合格投资者 这几类不同的界定 大家把这个 先掌握到位 那梳理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 我们还有个细节内容 这个细节内容 强调 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 及持股比例 超过5%的股东 可以参与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认购和转让 不受上述 合格投资者的 资质条件的限制 那这个大家 把它了解到 这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所讲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时候 它的发行对象 相关的这些条件的界定 那这个梳理完之后 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类 那就是可转债的发行 你要注意 它的可转债发行的时候 我们主要涉及的是 公开发行 大家把这个梳理清楚 那么谈到公开发行可转债 按照前半 我们梳理的内容 你一定还记得 是不是呢 首先要求发行人 一般来讲 就是这个上市公司干什么 它必须先满足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 一般条件 在满足这个一般条件 基础之上 接下来呢 再去满足 与发行可转债有关的 主要条件 大家把这个逻辑 梳理清楚 而这个前面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 一般条件 我们都已经梳理过了 大家如果现在印象不深 可以按个暂停键 把前面内容拿过来 简单了解一下 了解完之后呢 我们在梳理下边内容 就是呢 与可转债有关的 主要或特定条件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仍然是按照 两类资本市场 去分开梳理 第一类呢 就是主板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 它要满足的主要条件 另外一个就是呢 科专和创业板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 需要满足主要条件 那么从过去考试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考的比较多的 仍然是主板上市公司 相关的条件 这个大家呢 要注意到 那接着你再去看 当谈到主板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 主要条件的时候 这里边又按照 两种不同情况 这两种情况 其实也是对用 两种不同类型的可转债 一个呢 就是一般的可转债 这个主要指的是 非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另外就是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那这两种 不同类型的可转债 它的发行条件 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一般来讲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它的风险相对比较高 所以说 这个发行条件 要相对更严格 更高一点 我们下边呢 就按照这个基本的框架 再去逐一的把它展开 稍微的梳理到 我们先看 第一个就是呢 主板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 就满足的主要条件 那再按照 两种类型可转债去展开 第一个呢 就是一般可转债 也就是非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包括哪些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 是我们最容易考到的 主要针对呢 净资产收益率 给出了一个基本的门槛 这个大家呢 要看清楚 怎么去做相关判断 首先强调 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那我们算的是什么呢 是加权平均 但是前半 我们有类似的条件 我们说过了 从我们实际考试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不算什么加权 通常呢 就是算一个 简单的算数平均数 对不对 那么得出这个平均数之后 跟谁去比呢 看清楚 跟这个6%去比 不低于6% 这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下面又给出一个容易挖坑的线索 还记得怎么挖坑吗 基本思路就是 我们要用扣非前后 净利润相对较低者 作为判断的依据 那这个线索呢 千万不要忘 这是它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第二条件强调 本次发行后 累计公司债券余额 不超过最近一期 期末净资产额的40% 对这个债券余额呢 给出了总量的限制 那这个也请大家要重点关注 也很容易把它考到 那我们这里边可以树立它的线索 首先呢 我们对比的主题是谁 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额 我们前面讲过 最近一期期末怎么判断 这个很容易找到了 那接着你要注意了 什么跟它去比呢 是本次发行后累计的债券余额 那么这个累计的债券余额呢 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告诉你本次发行之前 这家公司已经发行了债券余额 那么你再把这次发行的金额加上去 这是第一种情形 那么第二种情形 在安利材料当中 没有告诉你本次发行之前 这家公司它的债券余额 其实呢 就是告诉我们 这家公司以前没有发行一个债券 所以累计的债券余额 指的就是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金额 这个大家呢 要把不同的表现形式怎么做分析 要把它掌握到 然后接着呢 再掌握这个所谓的40%的 所谓的标准 把它掌握到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数据的第二个主要条件 那数据完之后呢 接下来第三个条件 同样要求 最近三个快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一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跟前边我们数理 公开发行普通债券和公司债券条件 字路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我就不再去解释了 我们就把呢 一般可转债发行条件 这几条就把它数理完了 那数理完之后 接着呢 我们看第二种类型 就是呢 如果主板上市公司发行的是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要满足什么条件 我前面提示过 发行这种可转债的时候 风险比较高 所以说呢 对发行人的条件要求也是比较高 它反正如下几条 第一条呢 公司最近期期末 经审计的净资产 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 我想不用多解释了吧 线索很容易找到 那这条很关键 第二条 讲的呢 最近三个快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一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我们前面也树立过类似的条件 这个也不多说了 第三条 要注意了 最近三个快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平均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这个呢 千万千万注意 这个指的是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而且呢 我们算的时候 算的是一个平均数 算几年平均数呢 算的是三年的平均数 大家把这个掌握到 然后接着 我们才去和 债券一年的利息去对比 而这一年的利息怎么计算出来 我们前面也做过类似的解释 这就不多说了 这是我们这条 它的核心内容 但就会发现 这条的后半句 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转折 所谓的特殊情况 是什么呢 但是呢 如果最近三个快年度 加权平均 净自然收益率 平均不低6% 这个除外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平均净自然收益率 高于6%了 那么这条 你就不用再考虑了 所以大家把这个思路呢 要梳理清楚 这是我们设计的这一条 那梳理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 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情形 我们前面呢 把满足的条件处理完了 那接下来又告诉我们 不得公开发行可转债 有哪些情形 这里边分成如下几条 其中 我们容易考到的是这一条 另外几条 我们考的概率就会比较低 所以另外几条呢 我就不再念了 那么 标黄颜色这条是什么呢 强调 上市公司 最近12个月内 受到过 证监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仔细读清楚 指的是 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不涉及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另外呢 这个谴责的对象是谁呢 是上市公司本身 而不是上市公司 所谓的董监高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细节 要把它区别开来 这里是我们书里呢 公开发行可转债 主要条件的细节线索 那这个书里完之后 我们接着呢 再往下看 后边包括呢 这种情形就不要多说了啊 那再往下走 接下来 我们就谈第二类资本市场 那就是科创版 创业版上市公司 发行可转债的主要条件 这个条件呢 就是这三条 大家呢 已经看出来 其中 如果万一考到了 容易考到的 就是第二条 对不对 强调 最近三年 平均可分配利润 足以支付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 我们前面呢 有类似条件的表述 但是呢 就不再做解释了 那么这就是强调 它的基本线索 那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 有关公司债券 可转债 发行条件线索呢 就把它全部 梳理完毕 有关公司债券 让我 Caleb 在我们 quê 为什么 他还要